歡迎回到遊戲情報科,我是希治閣 來到10月底雖然街外好像沒什麼特別的氣氛 但其實已經差不多晚勝節了 在這個節日既然不能出街玩 那不如今集就讓我為大家介紹幾款恐怖的遊戲 又或者一群朋友一起玩應該應節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的頻道 我最主要就是每個星期為大家帶來不同的遊戲資訊和消息 而星期三就會為大家帶來那個星期的遊戲界八卦花生新聞 如果喜歡的話就記得訂閱和加入會員 好,立即開始今集的遊戲情報科 要講恐怖的作品 絕大部分的朋友都會想起Silent Hero、死云曲之類的遊戲 以一類我們稱為大作的遊戲 以前來說大家可能會感受到恐怖、心寒 但隨著大家玩的遊戲越來越多 大家可以抵抗到恐怖的能力就好像越來越高 所以今集我為大家介紹的遊戲 在你眼中可能未必是會令你嚇一跳的作品 但他們在玩法又或者故事甚至畫面上面 都總會有一件事令你內心寒一寒 一直以來大家都會覺得 一群朋友聚在一起 恐怖感就會減少 如果我告訴你,事實未必是這樣 在遊戲Fasmophobia裡面 大家將會四人一對 去到一間又一間的鬼屋裡進行探索 一方面你要逃避各種鬼怪的追捕 另一方面你要查出鬼怪的類型 地點找出各個鬼怪出沒的證據 剛才我也有提到 遊戲裡面是有各種鬼魂 不同的鬼魂有著不同的特徵 大家在遊戲裡面可以帶著各種不同的道具 去到鬼屋裡進行靈探、實驗等等 找出鬼怪的特性 每個道具都要用錢賣 而同一時間你可以帶三種不同的道具入屋 遊戲裡面也有Send值 這個數字就代表著玩家的精神狀況 當你去到零的時候 角色就會GG 遊戲四個玩家可以一起玩 大家可以開咪討論 但是在這個遊戲裡面 有部分的鬼魂對人類的聲音相當敏感 所以你用咪討論的時候 或者你也要留意一下聲浪 和身邊的回應 這款遊戲其實在外國反應都相當理想 但是香港方面就好像不是太多朋友留意到它 如果你是擔心語言的問題 你不妨找多幾個不同的朋友 陪你一起玩咯 有時候恐怖遊戲不一定是要隻鬼嚇你 反過來你做鬼又或者怪物 被人類追殺又是另一款味道 在遊戲Carrient裡面 玩家將會扮演一隻會不斷進化的異形 找盡不同的方法離開實驗室 在這個過程裡面你將會不斷被人追殺 而你就要不斷殺人 吸收和進化 令到人類不再是你的對手 最後是怎樣 當然就是用你的能力去報復這些 一直以來當你是實驗品 自以為高人一等的下戰物種 這個遊戲雖然是Pixel遊戲 但是遊戲的氣氛非常之好 它恐怖的地方 除了在本身的怪物外表之外 我反而覺得 它會一步步將你同化 令到你感受到本身身為怪物的感覺 甚至乎報仇殺人的快感 敵人此起彼落的叫聲 慘叫聲 相信可以滿足到一些特定玩家的惡趣味 但是在於一般的玩家來說 遊戲本身都是一款不錯的解謎策略遊戲 如果你自己對這類 血腥恐怖題材不反感的話 這部作品其實我也蠻推薦的 我知道我們的頻道 除了香港、台灣的朋友之外 也有不少來自澳門的觀眾 台灣題材的恐怖遊戲我們接觸很多 香港背景的我們也有不少 但是一海之隔的澳門 其實也有很多很特別的題材 在遊戲Fight the Horror裡面 玩家將會體驗到一系列來自澳門的恐怖故事 玩家將會在瞑目的世界裡解謎 過關 在多人模式裡面 甚至乎可以跟其他玩家一起對抗 在恐怖的氣氛裡面 比對面隊更快地完成任務 沒錯 遊戲看起來好像相對比較簡陋 但是開發團隊在遊戲裡面的心思 和玩法上的改革 都可以說是近年恐怖遊戲裡面比較少見 再加上遊戲裡面有大量澳門的地標 香港的朋友看到 可能會覺得相似但不相同的感受 而澳門的朋友 更加有一種切身的恐怖感覺 遊戲雖然是去年的作品 而且不知還有多少玩家還在玩它 但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不妨留意一下這部作品吧 恐怖遊戲最可怕的地方 相信是來自一些未知的元素 又可能是漆黑的環境裡面 找回一大堆未知的物品 例如是大隻佬奶粉 Protein of Muscle裡面 玩家將會潛入健身房 為自己的肌肉作戰 一方面你會在空無一人 而車到大學的大樓裡面 拿著電筒滾奶粉 同一時間你又要避開那個 粒黏色發光的輕貴追捕 遊戲全程都是第一身 玩家亦都沒有任何武器 又或者反擊的手段 最恐怖的遊戲都莫過於此 氣氛恐怖 沒有反擊的方法 還要讓對方有壓倒性的能力和速度 你知不知道 最恐怖的是什麼 就是 這款遊戲只是十二元 你馬來當禮物送給朋友 逼他們玩 單單在這裏 我想到都已經無管動了 今集的遊戲情報科 先走到這裏 當然還有很多恐怖的作品 我還未介紹 你心目中又有什麼推介 哪一部作品 你又會介紹給其他朋友玩 不妨在留言區 留下你自己心目中的序外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好了不要再玩一聲 下星期再有 古惑狼的遊戲三小書 我們到時再見 我是喜智閣 我們下三個節目再見 拜拜